方式如果我 你會用函數 也是做出來 可是很瑣碎 1234好幾個步驟才能夠做出來 那如果說今天要寫一個程式用VBA來解決有沒有辦法 但也可以啊 那怎麼去做呢 你其實 也非常的簡單啊如果你會寫程式的話 這兩三下都做出來第一個怎麼樣呢 一樣 點一下Visual Basic 點下去之後 二的話找到你的專案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沒有Module沒有模組所以什麼插入什麼模組 那一個模組出來三的話呢是什麼呢 新建一個程序這個程序的話比如叫做合併 合併字串好了比如說這邊我給他一個名稱叫合併 字串 這一個sub這前面都一樣啊123的動作都 一樣 那再來你要怎麼去把合併起來 那我講過那個原理原則嗎你有列 列也有藍對不對那就看一下幾列幾藍 先列再藍好了習慣都是這樣先列所以呢先列 for i i就是列好了 for i 等於1 到 到19 對不對 Enter Enter NAS 先有 把那個結構打出來 for NAS 再一個TAB鍵 for 然後藍 追 追 1 到 幾藍呢 4 Enter NAS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就是串接嘛 裡面的東西丟給某一個變數 去儲存把它串接 那這一個部分你們可能如果寫過程式應該沒有問題啊 如果沒有寫過程式沒關係 我假設我有個變數是 S S好了 啊如果VBA很 很簡單的地方他完全不用宣告 這個有跟其他的那個程式語言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其他程式語言什麼 C語言 C++ Java DANET 全部都要先宣告才能使用 可是VBA不用宣告 那有好有壞 好處是 很好 比較好學習 只要你知道 S 大寫是 我們的一個 變數 這個變數是什麼 暫時放 我們 雷加出來的 那個自串就好了 那S等於什麼 S自己本身 因為我自己要串我自己 空一格之後呢 and什麼呢 and其他儲存格 其他儲存格是什麼 Sales 其他儲存格是 那因為 一直一直跑 所以呢 我列什麼呢 列是I嘛 藍是什麼呢 藍是J嘛 對不對 那我就怎麼樣呢 一定是 1 1 1 2